男嘉宾小哲23岁来自山西轮船乘务员 女嘉宾小廖24岁来自四川酒店前台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谁要来的呀 我们两个都要来 来干嘛呀 他跟他前女友一直都在暧昧不清 直到有一次 我发现他经常跟一个女生经常聊天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就去把他的那个图照下来的微信 然后我就看到他发的是 爸爸你的生日礼物快到了 分手了怎么会那么亲密 然后我后边我回去的时候 我那两天就心情特别不好 我当时就用我室友手机加他 那女的跟我说 他俩根本就没有分手 他俩就是一直是异地恋 我当时就觉得我成为被利用的 他就是他给我耍心眼 他脚踩两只船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 我俩谈恋爱谈了两年 我的天 谈了两年 怎么他还要再跟一个人谈恋爱 你不知道呢 我之前就是因为不知道啊 他高中高三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女的在一块了 但我不知道 当时加上那个女的的时候 那女的反而是问我 女士请问你搞清楚 我才是他女朋友 我俩从小青梅竹马 从来没有说说分手这件事 然后当时特别生气 我找到就质问他 然后他还给我回答的不清不楚的 当时我就让他删微信 他当时跟我承诺的事 他会把这件事处你好 那这个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还来这儿呢 因为我是对他是真的啊 然后我就觉得他既然都删了微信了 我当时我就相信了 我也我也答应他 我说那咱俩就好好下去 不要再有这种事发生了 毕竟还在热恋气 然后后边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上船的那种嘛 然后他上船了我没有 一上船就是好几个月 他每天给我发的照片就是 他穿制服 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就是有时候困的那种 可是呢 我是有让我看的时候 你看他前女友发的照片 他俩在下船 他就跟他前女友就在合照 而且最可恨的是 还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 还有我给他买的手表 真的凭啥呀 我真的是很纳闷 你到底跟他断干净没有 根本就不是那些亲密的合照 我就是楼下他的肩膀而已 再说你说我跟你耍心机的话 你跟我耍不也是心眼吗 当时你质问我的前女友 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加他的微信 你用你闺蜜去加他的微信 这个东西不要转移焦点啊 他用什么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回应他 有没有在跟他恋爱期间 还跟前女友保持恋爱关系 没有保持恋爱关系 当时我的前女友 我上大学之后我离开他了 然后我们异地 然后不联系 感情之间就自然就断了 但是我的前女友 当时他自己认为 他是一个女孩嘛 他自己有自尊心 认为我不可能甩他 然后就跟他说那些所谓的 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只是异地恋 但是我 我认定是这份感情是断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行 那你的前女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的前女友 他是学生 他现在还是学生 因为他在考验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工作期间 都有跟前女友的合照呢 这个怎么解释 这个是我当时上船工作 他正好是放假了 我是乘务员 我在邮轮上工作 他买一个为期四天船票 他上船 偶然就是碰到 之前我女朋友也说了 我已经删掉他所有联系方式 是我女朋友他逼着我删掉的 我就删掉 这真的是一个 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对我自己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我们是青梅竹马 不是青梅竹马 什么叫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你就跟他好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们是青梅竹马 但是我们不能好 因为我们的父母 觉得我们是不适合的 而且 不是你们俩要好 跟你们父母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也知道这个婚姻的事情 父母做主 也就是说在你的心里 那个女人应该是你的女朋友 对不对 不不不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女朋友 谁是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在船上 跟她那么巧的就遇到呢 不不 这个我相信 生活就是这么巧 但是其实你也有 现在的女朋友 对不对 对 而且她也很介意 你跟你前女友 或者你前青梅竹马的 这个女性朋友的来往 对不对 对 那你干嘛不闭个闲 还跟人一起下船 一起玩呢 当时她跟我说 她第一次参加游轮旅行 想让我带她玩一玩 我就想 毕竟我们以前也相处过 总不能撕破脸吧 于是我就带着她 不不 这个话说不通啊 游轮旅行 下了船去玩 可你用不着陪吧 这个是这样的 游轮旅行是在船上 我和她偶遇了 到了港口 需要下船以后 到景点去转一转 因为那是异国他乡 他路线可能不熟悉 我常年跑在这个线 我很熟悉 不不不 你不用蒙我们啊 这件事 我们还小小知道一点 那是有大巴车 拉着大家一起去的 但是可以选择自助游 并不光是大巴车 对啊 他为什么选择自助游 他没你 他自不自助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要求 而且你们不是 每一个景点船员 都可以下船的吧 所以你别蒙我们了 基本的生活常识 我们还知道 他在说我耍信 他更在耍信 他通过他闺蜜 加我前女友微信 他到现在还没有删掉 他没让他闺蜜 删掉我前女友的微信 他就想通过他来监视 我同时想通过他前女友 我没有监视你 跟你说的 当时加了 别人也没太在意 说是让别人 不是 他监视你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的心比较可能就是 向往外面省 他就可能怕我 就是不跟他回去 他就想让我回去开餐馆 在我之前去参加 播音考试的时候 因为我有这个 播音这个爱好 在我大学 我依然坚持这个爱好 我去河北参加播音考试 当时我走得比较匆忙 然后把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件带拉在我的寝室了 里面有我的报名表 我都准考这儿 然后我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 报名表和证考试 给我送到河北来 然后我们在河北 再玩两天 然后我的室友 当时就是把这文件带取出来 然后打开确认一下 东西都在 然后交给他 他给我带过来了 带过来以后 然后我就是还有半个小时 就要开考 我打开我的文件带 我就发现报名表在 那准考试就不在了 当时我就整个就是 那种就是 我绝对没有丢你的东西 当时是你跟我说 而且当时你是你 你打电话 我俩当时有一段小矛盾 你走了 你去考试 你都没有告诉我的 是吧 是你要准考证的时候 你打电话告诉我 然后你让我去找你室友 然后我自己到河北了 我把那个袋子 原封不动地送到你手上了 但是你当时你发现 你准考证没在的时候 就一顿向我发脾气 我根本就没有丢你东西 我这个想 你想说明什么呀 这个问题就是 当时我们本来 我们处于冷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为了 我这个波音这个爱好 就是冷落他一段时间 没有多陪他 没有送他礼物 他就觉得他认为我这样下去 对他不冷不淡是不行的 他就想办法 把我这个爱好 就是想办法给我提掉 让我有更多时间去陪他 不能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在我最关键的时刻 要考试 我把我准考证给扔了 我没有扔 我当时还向你发誓了 然后当时是 你让我过来的时候就是 你是故意把准考证落的吗 不是 我怎么可能会故意落我的准考证 那个考试对来 人生那么重要 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你能把准考证落了 怪别人吗 好行 就算这件事他故意的再往后讲 那还害你什么了 还有就是 后来我不是没钱了吗 然后我去找他 就是 我们合租了一个房子 当时我虽然没钱 但是我就不是一个 就是靠女人吃饭的人 那是不是我给的钱吗 是 是你给的 当时我自己也做一些 网络配音的小活 然后我就是 投了一个非常心仪的传公司 我就是等这个传奇下来通知我 然后去这个 继续我的工作 公司就通过了我的申请 当时通过申请后 我并不知道 因为他通过邮件来告诉我的 当时我不知道 后来打开我的邮箱 就看 我那个邮件 所有邮件都完好 只有那封最重要的邮件 被放到回收箱里头 我就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就当时很大声跟我说 我给你删了 我不想让你走 我就让你 把你留在我这 是这样吗 是 我是这样 女生承认了 但是 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他就喜欢一些 博音爱好啊 或者说 做饭之类时候 开餐馆 当时咱们毕业都一年多 他一直都不太稳定 亲戚开店嘛 我就想着开个连锁店 我爸妈支持我一点 我们可以说回去开个店 他就说 那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他又背着我找工作 而且还不告诉我 然后后边 和我合租在一块嘛 然后我帮他续租的房费 然后他没有钱的时候 他来找我 我当时也忍了 我说我反正给他给换钱呢 然后后边的时候 其实我这次带他回去 就是想着说 见一下我亲戚朋友 再见一下我父母 因为我父母身体 一直不太好 然后我从来 就算我跟他有 再多的事 我都是在我爸妈面前 都是说你好的 等等等等 然后他就不跟我回去 你删他邮件的目的是 因为你想带他回家 去开餐馆 是还是不是 是 那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姑娘 就这个男人的面目 其实在你删这封邮件之前 其实在他没有拿准考证 你给他送准考证 你们发生冲突之前 你应该已经认识的 差不多了对吧 是 再加上中间他跟他的前女友 或者叫青梅竹马 我说藕断丝连你能认可吗 我不认可 我没有藕断丝连 好 就是你认为他和他的前女友 还藕断丝连 甚至不清不楚 甚至是暧昧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放手啊当时 因为我爱他 我真的好奇 你爱他什么呢 我大学 他是我唯一的一个男朋友 但是他其实平时 他也挺细心的 有时候我就是想挽回 我就是想跟他好 所以说白了就是 即使这个男人有千般坏 万般的不好 你还是想要他 对 所以我今天 你要把他拴在身边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想你们帮我 你哭了是吧 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我就不想 他的这种爱 他其实非常爱我 但是他爱我的方式是错的 那你走啊 但是我又舍不得他 你又贪恋 不是贪恋 你就是贪恋吗 你舍不得什么呀 他是唯一在生活中 就是能够理解我的人 因为我这个人 他理解你吗 对 他非常的理解我 我们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 可能是 对别人来说 我是一个不太好相处人 因为我 平时就是 毛病比较多 然后他们说我 说话后喜欢 拽文拽词 然后不理解我 但是他 他就是能够理解我 而且还是欣赏我 这是我唯一 遇到一个女孩 可以这样对我 那你愿意为这个 欣赏你的女孩 放掉自由吗 现在不愿意 但是以后我可以 你老了的时候 不是老了 就是在我 你玩不动的时候 对 在我不再年轻后 我愿意 但现在我不愿意 我还年轻 好了 他说了一句话 在我不再年轻的时候 我愿意 现在我还年轻 您今年是23岁 大概什么时候 你觉得你不再年轻了 29岁 六年之后 我愿意收拾脚步 回到你的身边 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女孩说的时候 突然我有点恍惚 我想假设 她的那个青梅竹马 那发小站在这 说的是不是 类似的这种语言 因为到目前为止 至少我分不清楚 谁是第三者 因为第一 如果她和前女友的分手 是因为父母的干涉 父母觉得不合适吗 分手了的话 至少证明一件事 她的心 还在那个前女友身上 因为不是她觉得不合适 而是她父母 被逼无奈 可能从地上 转入了地下 第二 我不能判断说 那个前女友是否 跟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气你的话 但至少有一点 是无法解释的 她明明应该是去工作 但是还跟那个前女友 在船上偶遇 并且合影 你出去是工作的 你怎么能跟客人 一起去游玩了呢 不可能啊 所以种种这种迹象表明 貌似你可能是第三者 当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居然给她的回馈室 处理好 删了微信就是处理好了吗 不是 你应该处理好 说自己到底是什么位置 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位置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人 那叫处理好 不是删掉那个微信 就是处理好了 真是这么处理就好了吗 你还让室友保持着 和那个前女友的那个微信吗 你就是在监视她吗 还这么傻傻地分不清楚 到底她爱不爱你吗 刚才又说了吗 等我老的时候 我会跟你在一起 什么时候29岁 比如说至少现在 她有几年要玩的吗 你只是她玩的一个对象而已 所以赶紧走吧 离她越远越好吧 好 谢谢 谢谢曲纵 来 沙老师 你们这就是一段虐恋 男生呢 应该这么说 爱自己胜过爱你的女友之一 你会把丢准考证 或者说邮件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就会安在她的身上 对于一个正常的男朋友来说 你想想你是多么的腹黑啊 可能是 那个邮件是她删的 她承认了 但准考证 她给你送过来 你为什么没想到 会不会是室友落下了 为什么就会把准考证 丢了这件事 一定放在她的头上 她可是你爱的女人 足以见得 她在你心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如果我是这个女生 我的男朋友 向我第一个发出质问 我的准考证没了 一定是你弄丢的 我一定会 早早地离开这个男生 还有一点 你说她的闺蜜 为什么不删 你前女友的微信 那我反问一下 你前女友 为什么不删 她闺蜜的微信 大家可以互相删啊 如果我删了 她的闺蜜 就看不到 你前女友的朋友圈了呀 而且你前女友 明知道她闺蜜 有她的朋友圈的时候 还发了你们两个人 在船下的合影 是在干嘛 是在示威 姑娘在你心中 你是不是觉得 她是一个特别坏的男生 有这种想过 有这种想过吧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今天你心太软 明天谁为幸福来买单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苏老师 其实你不应该 恨她的前女友的 你们俩殊途同归呀 这是个太实用性的男人 你不过就是喜欢 他文质彬彬的外表 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男人 在优雅之外的另一面的时候 你受不了 我甚至相信 其实啊 女生 你在最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是以一种小粉丝的心态看着她 她不是说了吗 她说她为什么喜欢你 是因为你懂得欣赏她 欣赏她身上儒雅的气质 和所谓的那种艺术气息 你很喜欢女人 用这样的眼光看着你 而你喜欢考什么波音之类的 其实也想增加自己的艺术气质 对不对 对 她就喜欢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太实用了 你跟前女友 在一起的时候就在一起 拉远了一点之后 你就想分手 而且 你认为分了手就分了手 但别人并没有认为分手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跟你的前女友之间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语言说 我们分了吧 对没有 只是你说我认为分手了 单方面地抛弃了对方 对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一点上 你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冷酷 第二点 你只有想用她的时候 你就叫她来送准考证 事实上那段时间 你们是在冷战时期 但为什么你要叫一个 在冷战时期 跟你有矛盾重重的一个女人 来给你送准考证 而不是叫你的室友 为什么 因为我的室友 他们跟我的关系不好 对 因为她虽然跟你在闹矛盾 但是她可以备用 至少你觉得她 在这件事情上靠得住 所以你又利用她拿准考证 当你没有钱 经济窘迫的时候 你选择让她 回到你们临时租住的房屋 来帮你支付了房费 你承不承认你 对于你这两个孙子捡起来 再开始新的生活 就这样 我们一起进入那季天河 鼓发红堂 真情60秒 要是 咱俩也进那么多了 真的 就是 大家能 各走各的 你如愿意跟我就走 你愿意 就算了 那我在这里祝你幸福 找到你自己 真正能和你一起过日子 或许我并不适合你 肯定会有更适合的人 在等着你 毕竟你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 追求你人很多 我相信 你一定会找 更适合你的 我在这里跟你说 真对不起 我的确做了很多 对不起你的事情 两灯吧 两灯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请亮灯 回去吧 两妹 来 请关门 好了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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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